講到這天高節的疫情 近年夏天一直在昆寨 也慢慢帶到北部了 目前天高節已經帶到十個館市 都總超過一千兩百 台北和新地都出現 前一個本土面的 講到台北這個個案 是住在台東區 他也去過台南市島 為了要訪知天高節帶開 台北市選部要沾對 台東 蘇林和北島 來加強消毒和感情 工作人員 沿路全有水 因為台北市台東區 找到較前台北市三年以來 會頭一個天高節分討個案 是一個十多歲的小孩 有台南路有水 保診大作好的人和附近 居民都不正宗 為新教學有發生 頭痛 頭痛 身體先聽 一些政策 就要趕緊去給他先看 大東區這邊 我們希望就區域性的部分 再次的加強相關的工作 但另一方面 我們各區 其實也都必須嚴正以待 平常我們就有在監測 那個蚊蟲 比如以前藏物比較大的像 士林 白頭 我們大概都有做 假如說有一點偏高的問題 我們就馬上就做一些傾銷的 另外在冰島 找到有一個八十六歲的富人人 聽到地蘇氣關帥的失望 台灣由夏天開始 聽到疫情一直升官 到找到為止 全台聽到的本土白 那近七日的這個登革二本土疫情 事實上就要前七日上升了六十一% 我們全球的溫度 六月是最高的一個有史以來最高的一個月份 那台灣尤其在南部 一直到十一月之前 一直都這個氣氛都非常炎熱 所以登革二流行事實上 到十一月底之前都還有可能發生 稍若跟高峰疫情過千元 這官司長曾經想說 加上訂有類說好 左右的風地瓦子的效果 可能會比較壞 國際未來 拖延房的密度會越來越高 會請各地橫政府 占對國風險地区家共簽銷 現今已經有 當年人支持為福報家共選擇 也希望衛生單位 使用出發的手段 避免疫情在地拖 記者觀眾尊由台北報導